228連假第三天 我們最新要掌握到的是高工局 會告訴你一些塞車的地雷路段 要避開哪些路段呢 我們直接來看現場 路況都整體大致正常 但在國三的三陰道英哥系統路段 因為事故而有回堵的情形 而像是中區以及南區的 早上整體路況都大致正常 而另外國五的部分 南下的話整體路況都大致正常 在北向的部分像是在 在投層到平臨路段 在稍早的時候就陸陸續續有 北返的車潮湧現 接下來為大家說明 今天的路況預報部分 首先是因為今天是廉假第三天 以北返的車潮為主 像北區的部分 在國一北向的苗栗之湖口 以及國三北向的關西之大溪 在下午三點左右 會有北返車潮出現 另外我們也預估 國五北向的車潮 會一直持續到深夜 才會逐漸疏解 另外中部地區也以北返的車潮為主 並多局限在下午的時段 像是國一北向的西羅治浦岩系統 還有國一北向的南屯之后 里國山 北向的竹山之中心 草屯之霧峰 以及大山之襄山等路段 在下午三點後 都陸陸續續會有 北返的車潮湧現 而另外針對國道四號的部分 像是在潭子系統到峰市 從下午一點到晚下午四點 會是車流較集中的一個時段 而在國六的部分 國六西向的舊正之霧峰系統 則預計從下午四點到晚上七點 會有西返的車潮 而另外南部地區也預計 會以北返車潮為主 像是國一北向的頂級系統到高科 在晚上六點到八點之間 會是車流較集中的一個時段 而另外國十西向的 仁武至左營端 則預計從下午三點到晚上七點 會是車多的一個擁設時段 接下來為大家說明 今天所實施的疏導措施 像是國一的浦岩系統護衛 還有國三西兵的北向路口 從中午十二點到晚上九點 有實施雜道封閉措施 而另外高層載管制的部分 像國五宜蘭投城蘇澳羅東的北向路口 從下午兩點到晚上九點 有實施線三人以上通行的高層載管制 而另外在廢率的部分 像本次連假採單一廢率 而暫停收費時段 我們每天的零到五十 前兩天好冷 今天看起來有明顯的回溫 我們來連線氣象局的最新說法 衛生的幅度可能沒有特別多 但很快到了週六到週日 又會有另外一波東北季風下來 所以到時候的話 溫度的話 北部東北部又會再度轉涼一點 那從週四開始的話 到週六這段時間 大致上是比較偏向東北季風的天氣形態 那水氣上比較沒有特別多 所以清晨的話 可能都會有一些輻射冷卻的效應 所以在週四到週六這段時間的話 清晨的話在西半部的低溫可能 還是會比較偏低一點 大概多還是只有14度上下的一個溫度 所以利潤炸在未來的週中南部都會比較偏大一點 那北部地區在週四之後的話 白天的靠環大致上都會掉到大概 48、29度 白天的話也是比較偏涼的一個形態 那降雨的方面的話 今天一直到明天到週三這段時間的話 水氣上都比較偏少一點 所以各地大多10多人到新人天氣 那只有東半部地區大臺北山區 有一點點零星的一個降雨的狀況 那週四之後到週六的話 這段時間是屬於東北季風的影響的形態 水氣上向對來說稍微多一點 雖然說在週五的話 東北季風有稍微減弱一點 不過在這段時間 北部跟東半部的降雨距離 都會稍微提高一點 那到了週日的話 水氣上會變得比較乾一點 會轉變得比較乾涼的天氣 所以到了週日的話 各地又會恢復以多元到新的天氣為主 在只有花東這邊比較有些 令新的降雨的狀況 所以整體來說 未來一週的話 在週四到週六的話 已經封面的水氣會稍微多一點 那最後提醒在明天跟後天的話 雖然說冷氣團在持續減弱 白天的溫度都會比今天再來的高一點 不過在明後兩天 早晚都還是比較冷一點 所以東南部列位差比較大一點 那回暖的同時 在明天一直到後天的話 西半部地區跟馬祖要留意霧的狀況 那明天晚上開始到週三的話 在東半部沿海跟恆春半島 也有常常發生的機率 要前往海邊或東沿行多注意安全 那以上是上午天氣的說明 感謝氣象局的最新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在南台灣 因為水情仍然是非常的吃緊 而且會不會持續惡化 就要看老天爺有沒有賞飯 有沒有來降水了 因為根據今天水利署的最新統計 在台南市的水情燈號 是已經亮起了黃燈 進入減壓供水 而在嘉義縣市 還有高雄市則是亮綠燈的是水情提醒 是不容忽視的 而在這個部分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對此就表示說 3月1號將成立中央的旱災應變中心 來應對在南部缺水的狀況 另外氣象專家賈欣欣 他也指出了 根據歐洲展期模型的預報顯示 在3月23號 3月24號 中南部會開始有下雨的機會 有可能緩解水情嗎 不過詳細的狀況還是有待觀察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